坏笑话报改国民女神 那个雨天 她蹲在墙角 学校里 她是公认的坏女孩 染发 逃学 不交作业 和混混丸 堕胎 一切能和坏学生染上关系的事情 都有关于她的传闻 但那个雨天 我把伞分给了她一半 她抬头看我 那张脸绝美 而她 却因此赖上了我 我渐渐发现 或许那些传闻 你 你没有伞吗 大雨磅沱 正是放学时间 学生们都打着伞 行色匆匆 唯独她 穿着校服 一个人蹲在墙角 低着头 灰白的头发将面容掩盖 或许是不太确定 我是不是在叫她 女同学抬起头 用手疑惑地指了指自己 而这一刻 我才看到这张 惊若天人的脸 五官很精致 那双疑惑的眼睛 睫毛修长 身上被雨水打湿 那张精致的脸上 写着失落 我知道她 高二三班的王氏氏 全校公认的坏同学 染着头发 整天逃课 无论是男生女生 都不太敢靠近她 因为还听说 她跟校外的混混玩在一起 我也没想到 蹲在校门口狼狈躲雨的 居然是她 片刻的对视 那双睫毛微微眨动 怎么了 声音充斥着不耐烦 我不禁愣住 但这一刻 却居然鬼使神差地 将伞偏过去 你打湿了 我送送你吧 听到我的话 她好像有些震惊 那双眼睛看着我发出 你往哪边走呢 见她没有回答 我追问道 还是说 在等什么人吗 王氏氏摇头 我已经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回哪里 家 我一脸猛 但还是努力让不算大的伞 将她完全遮住 她继续摇头 眼神里的失落 一闪而过 忘带钥匙了 听到这话 我也不惊皱眉 那怎么办 总不能 一直待在这里吧 话音落下 王氏氏忽然像是想到什么一样 偏着头 神采奕奕 不如 你让我去你家躲一躲吧 啊 这个大胆的提议 让我没有想到 我家 怎么 她看着我不可以吗 我就知道说完 她再次低下了头 女孩的失落令我有些慌乱 怎么不可以 但你不介意 我家只有我一个人吗 王氏氏猛然抬头 可以吗 你是一个人住吗 这有什么关系 那就跟我走吧 说出这句话时 我的心脏猛然跳动 说实话 虽然王氏氏风评不好 但的确蛮漂亮的 每次对视 都会让我心脏跳动 她站起身 比我矮半个脑袋 你叫什么名字 王氏我们居然同姓雷 嗯 王氏大姓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你居然能自己照顾自己 很厉害啊 嗯 我爸妈常年在国外 她的眼里不可察觉地 闪过一丝情绪 那蛮好的 你不也是吗 我想到她没带钥匙 家里也没人 肯定父母不在家 你爸妈明天回家吗 不知道那你怎么办 又一次听到这个问题 王氏氏白了我一眼 虽然染着一头奶奶灰 但那表情居然有些可爱 你就不能等我把身上弄干 再思考这个问题吗 我点了点头 好像是的 那我不问了 王氏氏扑子一声笑了出来 可随即那张脸 却变得面无表情 我抬头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发现那些 和我们相反方向的同学们 在看到王氏氏和我 走在一起后 居然都主动避开 这是我以前从没有过的感受 原来 她一直都是这么孤独吗 而我 居然在带一个 全校公认的坏学生回家 这个举动 让我都感到有些后怕了 会不会给我带来麻烦 我可是自己一个人住 要是被那些混混们缠上 可转头 我却看到王氏氏 在雨中一脸期待的表情 那双修长的睫毛挂着水珠 很是动人 我 我家到了小区楼下 我的脚步站定 就住这里嘛 王氏氏指着单元楼 哗啦啦 浴室传来哗啦啦的水声 沙发上随意地摆放着女士内衣 而我端坐在沙发角落 坐得笔直 这是我的人生生涯中 家里第一次出现陌生女人 而且还是我同龄的女孩 那种空气中弥漫着的香气 像是糖果的香甜味道 每一种气味 都在刺激我的神经 哪怕什么都没看见 我也浑身紧绷 半小时后 王氏氏揉着头发从浴室走出 身上裹着浴袍 一头灰发被包裹 那张脸似乎更加乖巧美丽 我看呆了 也把她看得脸红 你不许偷看 她抓起沙发上的衣服 一下子便跑回房间 那是我的房间 似乎是觉得不放心 她又把门锁死 我轻笑摇头 我不会看她 当她再次出来时 身上穿着我的衬衫 这是一种异样的感觉 就好像 她是我的 好看吗 王氏氏故意挑 都一样 朝我凑近 我要做题了偏过脸 我将书桌打开 你不写吗 我转头问道 谢 谁写 她往沙发上一坐 拿出手机开始翻看 我也不管她 自顾自地开始做题 主要是气氛 的确是有些尴尬 如果不做题 我好像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两个题之后 我渐渐进入状态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感到脖子上有些痒 蒙地回头 我差点贴上了那张脸 你干什么 我摸着胸口 吓我一跳 你居然这么投入 王氏氏背着手 对我笑脸盈盈 你不是在玩手机吗 什么时候过来的 她直了直地板 就刚刚啊 对了 我是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我疑惑到 就是 她的模样有些扭念 但还是犹豫地开口 我爸妈明天也不回来 我可以在这里多留一天吗 我不禁皱眉 一天吗 看着我的表情 王氏氏也是模样忐忑 可以吧 一夜 她一瞬间扑向我 但发现好像不太对 收手的时候 王氏氏捋了捋发烧 王山同学 你很棒 作为报酬 从今天起我会保护你的 说着 她拍了拍我的肩头 第二天 我们一起上学 因为同围高二 在同一栋教学楼 来往同学的目光 对我们都是指指点点 对于这种眼神 她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 王山同学 放学等我 班级门前 她向我打招呼 我点头回应后 进了教室 而她朝着走廊镜头 继续走去 班级正在早读 刚坐下 我便收到了几个 奇怪的目光 身旁的同桌凑近 你怎么会和王氏氏认识 你知道她 我小声回应 谁不知道她 同桌脸色难看 我上周听说 她和校外的混混谈恋爱 前段时间没来学校 就是堕胎了 堕胎 对啊 你居然不知道 还和她走那么近 我摇头 不对 我觉得她不是那样的人 同桌语重心长地摇头 你啊 就是太容易看表面 你别看王氏氏 一天天花枝招展的 实际上藏得很 和哪个男生 都能走到一起 听到这里 我的心里居然在犯酸 但我没有回应 拿出书开始早读 怎么 你还不相信 同桌见我不听 还要说什么 我连忙打断 老师来了 一天的课 我都有些心不在焉 同桌的话 回荡在我耳边 她和哪个男人 都能搞到一起 她还和校外的混混 谈恋爱 听说还怀孕了多胎 她一天天花枝招展的 她真的是这样的人吗 昨天的画面 出现在脑海 那沙发上丢弃的内衣 我能想象到一个画面 那些黄毛混混 和王氏氏在床上缠 棉 不对 她不是那样的人 我坚定摇头 就算是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那几句话 我中午也是 浑浑饿饿地吃了饭 一直到放学 王氏氏站在我班级门前等我 我才反应过来 她卷了个空气刘海 她眼神多多少少带些龌龊 而女生的眼神 却复杂得多 有人避之不及 有人目光比翼 也有人眼里带着丝丝极度 那些目光 悬然被我收在眼底 连带着 他们看我的眼神 也不对劲起来 还不走吗 王氏氏探出头 嘴里嚼着泡泡糖 我们走吧 我收拾好书包起身 在众人的目光中 朝她走去 你真慢 王氏氏不满地撞了撞我 今天作业有点多 在整理呢 我解释道 你脸色不对 她敏锐的察觉 到了我的情绪 什么不对 我诧异道 不等她回答 却听见前面 传来几声叫嚣声 呵呵 老子还以为 你这丫头骗子 不来读书了呢 被老子抓到了吧 校门口 我们被几个黄毛堵住了 围首的一人 手臂上还有一小块纹身 骗了我的钱 你就想跑了 纹身男人揉着拳头走上来 王氏氏顿时护在了我的前面 这里是学校 他们不敢乱来的 此刻我反应极快 看了一眼 身后有些距离的校门 正在计算着 如果现在跑回去 叫保安来不来得及 但没等我动作 身后又有两人走出 我看你们今天往哪里跑 纹身男步步逼近 呵呵 老老实实跟我们走 今天哪里都别想跑 一只大手直接压在我肩头 你也一样 我和王氏氏被带到了一处角落 就是那种混混 经常约驾的地方 宽阔的草坪 但却空无一人 小妙 我给你说 出来卖 你也要讲品德 我留大炮混江湖这么多年 讲究的就是诚信 纹身男说着 身边一群小弟顿时附和 就是就是 怎么能这样 对 今天你要是不陪我留大炮睡 那就别怪我无情了 听着这些对话 我心里有些疑惑 眼前的这些混混 是想和王氏氏发生关系 而且听起来 之间有什么约定 但没多想 我挡在王氏氏面前 你们强迫他人意愿 这叫做强奸 懂不懂 在我站出来的一瞬间 那一道道的目光 顿时都是朝我身上看来 目光如刀 在过去的生活里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勇敢过 我和其他那些同学一样 看到混混会躲得远远的 A 哪里来的矛头小子 刘大炮直接走上来 一把拎起我的领口 一旁有小弟开口 大哥 你说不会这小子 是王氏氏的拼头吧 看起来细皮嫩 肉的 没等刘大炮回话 王氏氏直接冲上来 将纹身男一把推开 你们给我松手 巨大的力道传来 松开后 我感觉到一只温暖的小手 抓住了我 快跑 王氏氏拉着我一路狂奔 那些混混明显没有反应过来 片刻后才追上来 千万不能被追上 王氏氏的声音有些急 同时带着一丝丝哭腔 我心中微动 我总感觉 他并不是像表面上那样坏 也不是像表面上那样 对一切都无所谓 我的速度很快 王氏氏很快拖了后腿 可是 身后的那些混混的速度更快 眼看就要追上来了 我将王氏氏一把推开 你先跑 去报警 而我 独自挡在了路中间 王氏氏愣住 愣着干嘛 滚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 我捏着拳头 直接朝那些混混迎上去 可一圈挥空 巨大的力道 直接冲击在了我脸上 顿时间 我感觉眼貌惊心 其他混混已经围上来了 而王氏氏居然还没跑 他朝着我的方向 就要冲过来 纯女人 我心里急得慌 两人都没跑掉 不是白挨打吗 其他的拳头 已经朝我落下 也就是在这时 一道呵斥声 在不远处响起 你们在做什么 两个身穿保安制服的男人 朝这边靠近 那群混混看到制服 顿时一混而散 我挨了几拳 已经没有什么力气 爬起来了 而王氏氏蹲在我身边 搀扶着 一脸心疼的样子 两个保安过来 看到我俩身上穿的校服 模样一脸诧异 怎么你们还在校外 跟别人打架啊 不怕老师弄你们吗 其中一个保安走上来 查看着我的伤势 我没事 我连忙摆手 生怕这件事情闹大 要是传到老师耳朵里面去的话 王氏氏可能就麻烦了 同学 要不要我通知老师 送你去医院 不用的 我摆手 我没什么问题 好吧好吧 保安无奈点头 转身朝王氏氏说道 那你要好好照顾好他 有什么事情 第一时间给学校电话 王氏氏点头回应 好 小路上 王氏氏扶着我 一圈一拐地朝家的方向走去 谢谢你王氏氏低声开口 声音有些失落 没事的 我并没有多问什么 沉默着 我们向前走着 终于 王氏氏像是沉不住气 扶着我问道 你就没有什么想问的吗 问什么 关于我 回家后 王氏氏帮我擦拭伤口 在我的严刑考打下 我也大概明白了 是什么情况 王氏氏并不是因为 没有带钥匙 而是被从家里赶出来了 他从小就和舅舅住 父母在外工作 常常就是打一笔钱回来 刚开始还好 因为给的钱还算丰厚 王氏氏寄宿也并不委屈 可后来 氏氏的父母就像消失一样 他们失踪了 伴随而来的 便是舅妈的脸色和嫌弃 可也不能对他不管不顾 直到前段时间 王氏氏和他们大吵了一架后 被赶了出来 那时候 那个雨天 我遇见他时 他已经被赶出家门半个月了 因为没钱 王氏氏就向小混混骗了一笔 八百块钱 而怎么骗的呢 也就是说和陪小混混睡一次 但王氏氏收了钱 直接跑路 也就有了今天的闹剧 我盯着他 那张脸有些羞愧的低头 我不是想这样做的 只是我没有钱 太饿了 不绝间 我的心里泛起一次淋漪 像是心疼 我也不知道 那具体可以被称之为什么情绪 那八百块钱还剩多少 王氏氏抬头 灰白的头发微微捧了捧 你要那些钱 还剩多少 拿出来我伸出手 朝他质问 王氏氏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 就剩下一百了 我想着一百给你买药的 给我我没有解释什么 直接开口药 啊 我说 把钱给我 听着我的话 王氏氏的眼神从疑惑变到失落 也是 是我害你受伤的 这一百该赔给你 他把一百块钱放在我手心 要是不够的话 你就当我先欠着 以后我给你王氏氏自顾自的说着 然后起身 我就先走了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 那个失落的背影朝门边走去 我平静的开口 但内心的波涛汹涌 却时时刻刻让我明白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这些钱已经够了 以后你就在这里住下 把王氏氏脚步一顿 嗯 你可以在我这里住下 我把话再重复了一遍 他的表情从不确定到惊喜 真的吗 我可以住下吗 可以 这一百块钱不是赔偿 是你以后的住宿费 我轻笑着 可内心却在感慨 他身无分文 如果不住在这里 又能住哪里 还是像上一次去找那些混混骗 可骗一次算了 第二次他真的能跑掉吗 恐怕 最终的结局 真的会是八百亿晚 我无法想象那些黄毛混混 趴在王氏氏身上的样子 那是我不能接受的 不知道为什么 一百块钱 我可以住多久 王氏氏还是有些不太敢确定 小心翼地朝我询问道 住到你不需要住为止 真的吗 王氏氏激动之下 居然直接朝我扑过来 力道虽然不大 但也撞得我伤口微痛 是的 真的我努力把它推开 但我有条件 你必须要听我的话 听什么 总之 要听我的话 你不可以不学习 你想让我学习 王氏氏趴在我身上疑惑 可下一秒 我们两人都因为这甘大的姿势 脸红起来 他迅速起身 在我身旁不远处坐下 学习有什么意义 我看他一眼 我不管 如果你想在我这里住下的话 就一定要学习 而且 我还要你能拿名字 王氏氏满脸震惊 先别觉得难 我会教你的 我耐心地说道 比起学习 我的第一个要求 是你要先把这头奶奶灰 染回去 染回去 对 染成黑色 终于在王氏氏极度不情愿下 被我拉着去了理发店 第二天 当我们并排进入学校时 不少目光都朝我们看来 只是和以前不同 这些目光充满了打量和经验 王氏氏走在我身边低着头 模样轻力动人 我也从没想过 他黑发居然如此好看 有种很经典的东方美人即视感 连带着 一些男同学都是朝我头来羡慕的目光 这样好怪 我是不是看起来太软弱了 王氏氏贴近我身边低声道 这样看起来 我好像很好欺负不摇头 这样看起来 你很漂亮 话音落下 王氏氏顿时掖住 余光中 我看到他明显是羞红了脸 我们一路去往教学楼 而就在我和往常一样 进入教室的瞬间 却听到隔壁王氏氏的班里 传来一声呵斥 王氏氏 是不是你偷了班费 这是一个男生的声音 好像是他们班的班长吴莉莉 我没有 我怎么可能 走廊上 传来王氏氏微弱的辩解 那班长继续呵斥道 怎么不可能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家里的情况 王氏氏 你那舅妈都已经跑到学校来了 被赶出家门身无分文 你缺钱你不偷谁偷 你站着 我要搜身 那些话咄咄逼人 王氏氏百口莫辩 我没有 我没偷 少有的 我在他的语调中听出了哭腔 听到这里 我再也压制不住怒意 快不朝隔壁班跑去 身后传来同桌的声音 喂 早读呢 你去哪 等我到了他们班门口时 我看到王氏氏正被逼在墙角 而吴莉莉要朝着王氏氏伸手 像是要主动搜身 你在做什么 我瞬间出言怒吼 吴莉莉被吓了一跳 转头看到我面带疑惑 你不是隔壁班的吗 怎么过来了 嗯 我是隔壁班的 但我也是王氏氏的朋友 我目光注视着吴莉莉 同时扫过所有坐在座位上的人 王氏氏 绝对不可能做出偷钱的事情 我的语气十分正重 你们班班废丢 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话音落下 吴莉莉顿时皱眉 呵呵 你怎么证明 凭什么说他没有偷钱 你有证据 他同样质问我 而这时 王氏氏忍不住了 他握紧拳头 吴莉莉 你要是觉得我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认 但你说我偷钱 我绝对不认 王氏氏本来就不是一个软弱的性子 刚才一直忍着吴莉莉 只是想辩解 可吴莉莉的意思 就是认定了王氏氏偷钱 呵呵 你正是缺钱的时候 那你说 你离开家的这些天 都是花什么用什么 我在外面吃什么用什么 你管得了 王氏氏想竭力反驳 可是好像又找不到什么反驳的说辞 吴莉莉脸色失望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冷笑 呵呵 偷了班费还不承认 这件事我会报警处理的 我瞬间怒了 那你报警 我说了 我可以证明 王氏氏没有偷任何东西 吴莉莉转头看我一眼 同学 要上课了 快回自己班级 砰 我直接拍在讲桌上 我今天话就放在这里 王氏氏绝对没有偷你们的东西 因为这几天 是无关了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吴莉莉 那你是否需要负法律责任呢 吴莉莉语色 你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就叫老师或者警察来 无论是条件控还是路口供 我们查清楚前去哪里了 我走下讲台 如果不是王氏氏偷的 我也不需要你负法律责任 你要当着全班的面 给王氏氏道歉 不 是全校 我要给王氏氏证明 他才不是什么坏学生 他只是 吴莉莉愣住了 而身后走进来的老师 也是听到了我刚才说的话 同学 这是什么回事 老师了解完了大概情况 夏老师 你就评评理 我放在桌香的前 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不见 吴莉莉朝老师愤愤道 而夏老师点头 吴同学 你作为班长 是不是不应该这样没有证据 就随意下定论啊 说话间 夏老师看了我一眼 你的提议 我很赞同 我们就调查 如果查出来不是王氏氏同学偷的 吴同学你要在全校面前道歉 没有问题吧 吴莉莉犹豫了片刻 最终还是点头 行 如果不是他 那我就在全校面前道歉 但如果是他呢 忽然 吴莉莉画风一转 目光直勾勾地看向王氏氏 王氏氏也不露窃 如果是我 除了道歉之外 我愿意接受法律惩罚 话音落下 全班寂静 好 既然这么说定了 那就开始调查吧 夏老师看了我一眼 然后才对吴莉莉说道之 你把钱不在的所有细节说一遍 王氏氏 你也把你看到的说一说 我们确定一下 钱是什么时候弄丢的 我方便去调取班上的监控 半个小时后 通过沟通 确定了大概时间 而夏老师则是调取了 昨天一整天的班级监控 但奇怪的是 我们看了几遍 根本没有任何人 从吴莉莉的课桌里拿出钱来 吴莉莉 你再想一下 钱你到底有没有放在课桌里 夏老师盯着吴莉莉说道 其实查到这里 王氏氏的清白已经不用说了 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钱是昨天不见的 王氏氏昨天一整天 甚至都没有接近过班长的课桌 盯着吴莉莉的目光不止一道 几乎是全班同学都在盯着 吴莉莉的额头上瞬间冒出冷汗来 我 我回忆一下 她已经有些紧张了 而就在这时 一个女孩子走进来 老师 这是怎么了 众人顿时惊疑 夏老师开口问道 胡同学 你怎么现在才来 不是说体育会要采购班服吗 我早上去订款式去了呀 胡同学好像是他们班的团 喂 采购和活动都是她在负责 说完 胡同学走进教室 钱还剩下350块 这些给你抓着一把零钱 胡同学递给了吴莉莉 可吴莉莉的手悬在空中 迟迟没有将钱结果 你怎么了 胡同学表情疑惑 呵呵吴莉莉冷笑一声 是我疏忽了 没想到钱在你这里 哼 看到这个结果 王世诗一把偏过头 直接冷哼 夏老师目光冷利 吴莉莉 我想应该教过你们 做任何事情在没有证据之前 就不要下定论你还是班长 居然做出这种影响同学名誉的事情来 被批评着 吴莉莉也没有刚才那般硬起 我知道错了 吴莉莉低着头说道 而夏老师的目光依旧冷利 在这里道歉没用 你好好准备道歉的稿子 周一的讲话 我会让你上主席台听到这里 吴莉莉脸色一黑 但最终还是点头答应 我知道了 好了 今天的闹剧就到这里了 夏老师说着 又补充了一句 吴莉莉同学 至于你道歉之后 还是不是合做班长这个位置 我在考虑这句话 让吴莉莉如遭雷击 一直以来 吴莉莉都是以自己身为班长为荣 如今班长的位置快要不保 他自然紧张 好了 也感谢今天我们隔壁班主持公道的王同学 最终 夏老师将目光看向我 你就暂时先回去吧 你们班那边 我会和你们老师解释的 谢谢夏老师 我朝他深深聚攻 最终 在班上所有人的目送下 我离开了这里 滴滴滴 不多时 我的手机弹出消息 谢谢你 这是王诗诗发的 三个字之后 甚至还加了一个可爱表情包 我看着消息 不禁倾笑 没事 不懈放学时 王诗诗如同往常一样 清秀的样子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那是王诗诗 居然可以这么漂亮吗 一些人难以置信地讨论着 真是的 太可惜了 这样漂亮的女娃娃居然做那些事情 嗯嗯 我听说还多 胎呢 真是想不到他们小声地讨论着 而我目光冰冷地从他们省前走过 在没有证据之前 永远不要下定论丢下这句话 我直接朝王诗诗走去 我们走吧 他眨动着好看的眼睛 像是听到了刚才我说的话 但却什么都没有说 我们就这样一路走着 和往常不同 今天的空气中居然多了几分暧昧 我们都没有说话 可却像是说了很多 出了校门 忽然王诗诗惊呼一声 他又看到了那几个混混 我们走这边 王诗诗拉着我就要往回走 可是混混已经挡住了去路 我要叫保安了 王诗诗严厉威胁道 可为首的刘大炮却是不以为意 呵呵 保安又不是警察 你叫过来啊 你敢叫过来 我就敢让你们全校都知道你是出来卖的 刘大炮伸手指着王诗诗 眼神凶利 然而我直接挡在了王诗诗面前 这里是八百块钱 拿着钱你可以滚了 我掏出一点纸币 直接递过去 刘大炮愣住了片刻 可下一秒直接把钱打飞 哈哈 你以为老子刘大炮是什么人 说耍就耍 他步步向前 老子不缺这八百块钱 我就要这个女人陪我睡 刘大炮舔 试着嘴唇 还别说 这黑发的模样 还挺乖巧的 老子久喜欢乖巧的学生妹 哈哈哈哈 身后的一群混混跟着大笑 模样简直就是群魔乱物 王诗诗一点厌恶 开口反驳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陪你睡了 钱只是找你借的 借 刘大炮笑容更盛 你王诗诗算什么东西 凭什么让我借钱给你 要不是看你有几分姿色 你连八百块都不值 他的话很难听 对于一个女生来说 侮辱性极强 我能够感受到 身后王诗诗的情绪波动 但是我紧紧捏了捏他的手 示意他安心 呵呵 别给脸不要脸 今天我也并不是无脑的忙 而是有辩来的 掏出手机 屏幕上显示着报警拨号 早在出学校前 我就算到你们会找麻烦了 现在骗区警察已经在路上 你看看他们是会相信我们学生 还是会信你们这帮混混 把钱拿了走 还是去橘子里喝茶 你们选一个话音落下 刘大炮的脸色顿时黑了 呵呵 臭小子 别以为警察能保护你们一辈子 我想要得到的女人 一个都跑不掉 我脸色冷立 不知道为何 他刘大炮说这样的话 会让我有种杀心 我很想让刘大炮这一伙人 消失在世界上 以绝后患 但我清楚 这是法治社会 我也只是一个学生 没有那种能力 我们走 不等我反应 刘大炮一把捡起地上的钱 带着几个兄弟离开了 终于 我松了口气 刚才我还真的没有把握 能够吓退他们 我只清楚 我不能害怕 一旦在他们面前露出 任何害怕的情绪 一定是会被拿捏的 我们回家紧张之下 我甚至没有发现 我和王世诗一直都是牵着的 而王世诗也是低着头 任由我牵着走 只是那低着的头 似乎有些愧疚 对不起 是我害你损失了钱 那些钱我会给你的 我转头看了他一眼 嗯 不急吧 我不希望你再去做什么骗人的事情了 坏事也不能做 听者的叮嘱 王世诗突然笑了起来 笑得有些莫名其妙 我知道了 我会靠正当的手段 还给你的好回家之后 在我的要求下 王世诗做了作业 虽然王世诗的课本空白 但写出来的字 还是很娟秀 你的字很好看 要多写王世诗 偏着头 一脸无法理解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注视着他 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做题 明年高三就是冲刺了 你还有机会 一定要考上大学 我也想到王世诗趴着脑袋 眼神有些疲惫 可就是觉得 自己学不进去不用这样想 先从小的目标来 例如 这次月考进步实名 我倾笑着 将题目推过去 你是知道的 我们冤法三章过 我知道 我知道 王世诗趴着 不耐烦的将心的题目接过去 学习很枯燥 但似乎和王世诗学习的话 好像并不是那么枯燥了 周一时 升旗仪式上 吴莉莉拿着道歉的稿子 当着全校的面念了一遍 虽然都是一些套路话术 但也确实是在给王世诗道歉 对不起 是我给王世诗同学 带来声誉上的困扰 也是因为我的武断 让王世诗同学 差点饱受冤屈 我在这里 向我所做的一切道歉 说完 吴莉莉朝着台下深深鞠躬 全校几万名学生 共同目睹了这一切 我目光越过人群 落在了站在不远处的王世诗身上 或许是错觉 我看到王世诗脸上微微泛红 好像是流泪 可性格倔强如王世诗 又怎么可能会流泪呢 这件事告一段落 王世诗好像更张我了 无论是打饭还是课间 甚至是体育课 王世诗都要跟在我身边 而这期间 老师找我聊过几次 办公室里 班主任看着我语重心肠 王山啊 明年就是学习的冲刺阶段了 你可不能谈恋爱 而且那王世诗 好像也不是什么好同学 听着如此语重心肠的话 我却紧紧皱起了眉头 为什么说王世诗不是什么好同学 我的反驳让班主任一愣 他学习不好 还染发 叛逆 这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应该有的样子吧 他的话让我无法认同 老师 您为人师表 我想您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在老师眼里是成绩好的好学生 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标签 同样 无论染发还是叛逆 那都是王世诗想要保护自己的手段 那些东西 不该成为定义一个人的标签 无论是学生还是人 都不需要定义 老师被我说得有些猛 我就说你谈恋爱会影响学习吧 你看现在你都会顶撞老师了 就不论王世诗染不染发 是否叛逆 他学习差是不是事实呢 我注视着他的眼睛 学习差 也不会是永远的事情 另外我还要纠正一点说着 我站起身 我们并没有谈恋爱对于这点 我想我并没有撒谎的必要但王世诗 他是一个好孩子 他应该有更好的成就 我拿起我的东西 继续开口说道 老师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 那就应该明白 学习并不是让成绩好的学生更好 而是让所有人都有学习的机会 当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老师依旧是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而接下来的时间 我对王世诗的学习更关注了 或许有些不情愿 但比起刚开始 王世诗的厌学情绪并不是很重 反而 他真正的在尝试 让自己学习到一些东西 这一点是很难得的 自习室里 他撑着脸 转头看着我 你说 我真的学会了吗 为什么这样问 我转头询问 王世诗低头 一头黑发如同瀑布 我总感觉 自己没有别人学得好 想要前进实名 我真的可以吗 其实我很能理解王世诗的心情 毕竟这高中阶段 他就没有学过一节课 只是在我的强制辅导下 对当下的课程还算熟悉 这就像是 万丈高楼从地起 而王世诗的高楼 却是修建在半空 他当然会感到不踏实 但我轻声回应 你不需要想太多 那道卷子 你要做的就只有把你会的填上去 就可以了 学习和其他的事情不一样 他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 听着我的话 王世诗似懂非懂 但依旧是乖乖点头 比起别人 他似乎会对我的话 无条件地信任 而距离月考 也只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了 我带着他每晚学习到很晚 虽然不计以前的基础 有些困难 但我还是很耐心地解答 努力常常是没有人会注意到的 但只要努力存在 蜕变一定就会诞生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当月考成绩出来的时候 就连王世诗自己都震惊了 因为他从最开始的倒数 居然考进了全班前二十 这可不是进步实名 这么简单的事情 而是二十名 甚至在他们班级中 开始流传传言 王世诗在月考中作弊了 而放学后 王世诗委屈地跟在我身边 但我轻抚着他的头 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 是不会有人愿意看着谁变好的 特别是一个 他们当初根本瞧不起的存在 一旦那个存在压他们一头 他们就会觉得一定是假的 我并没有安慰王世诗 但我的话 无疑对他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算了 据他们的 老娘压根就不在乎 和我交谈时 王世诗又变成了 以前叛逆的样子 但是 我真的可以做到的对吧 忽然 王世诗停下脚步 认真地注视着我的眼睛 你当然可以 成绩就是最好的答案 只有我们清楚 你在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 我坚定地回答着 耶 王世诗一把朝我扑来 差点将我扑倒在地上 一路上经过的同学们 有些人露出鄙夷的神色 而有些人 则是对我投来羡慕的目光 我揉了揉 被撞得疼痛的肩膀 一脸无奈地看着王世诗笑道 你要把我撞死 继承我家里的圣范 开着玩笑 虽然王世诗的脸上也挂着笑意 但那双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我的眼睛 你说 没有人愿意看到别人比自己好 可是你呢 为什么愿意看到我好 王世诗的表情认真 他真的在期待我的答案 可这一瞬 我盯着那张好看的脸 一瞬间有些脸红 我 我也不知道 而那张好看的脸 距离我更近了 熟悉的优香味就在鼻尖 你不知道 恩听着追问 我脸红的扯了一个借口 可能是你住在我家吧 既然住在我家 那我肯定就要对你的学习负责 哦 王世诗背着手 脸上挂着一丝脚结 这意思是 以前也有人住过你家 没 没有 我连忙摆手 只有你一个 只有我一个 恩 只有你一个 此时 我大脑空白 根本不知道在想什么 或者在做什么 我只知道 没有多久 我们就已经走到了家门口 王世诗再次站定 看着我目不转睛 我们谈恋爱吧 这话就如此 从王世诗的嘴里说出 谈 谈恋爱 我心脏不断跳动 这个问题是我以前 从来没有想过的 不要说谈恋爱 我甚至没有和女同学牵过手 之前情急之下 和王世诗拉着跑 几乎已经是我和女生之间 最亲密的举动了 而此刻 空气仿佛凝固 恩 不懂嘛 我懂下一刻 他主动拉起我的手 所以 我和谈恋爱那种未良的触感 让我感到心神异产 就像是有种电流 穿过全身一样 不 不对 现在我们不可以谈恋爱的 我连忙摆手 抽出手我的脸色有些局促 而王世诗的脸色明显不满 没想到 居然你也这么古板 谁说我们现在不可以谈恋爱 谈恋爱是我们的事情 又不是别人规定不得不说 王世诗很大胆 在小区里 我和他僵持住了 过往的行人 有的将目光朝我们看来 这种视线接触 让我脸红不已 要不 我们先上去吧 我试探的问道 王世诗忽然冷哼一声 随便 当我们回到家后 王世诗也没有再提谈恋爱的事情了 只是 气氛有些尴尬 我们都沉默着不说话 就算是有些交流 但也和以前不太一样 就好像 那层窗户只被捅破 我看他 就不由得脸红 包括晚上我们一起辅导习题的时候 嗅着不断钻入鼻腱的香味 我不禁心愿意马 我的脑海里 一直浮现着王世诗对我表白的场景 其实只要我答应 我现在就可以正大光明地牵起王世诗的手 甚至做更亲密的事情 而那身后的床 甚至我们以后可以睡在一起 越是深想 我越是不敢去想 可大脑中的蚁 你 始终是挥散不去 讲题也是早早结束 终究是有些心不在焉 而王世诗什么也没有说 一如往常去洗澡了 听着洗澡的水声 我想了很多 终于 我收起作业 深吸了一口气 当王世诗从浴室走出来的时候 我轻声喊了一句 诗诗 嗯 王世诗擦拭着头发 一脸疑惑地朝我看来 关于谈恋爱的事情 话音未落 王世诗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你终于想明白了 他似乎对于自己的身材很自信 挺起了胸膛 王世诗朝我走来 当我男朋友 可是有很多好处的 王世诗的语气也是有些颤抖 可是那双好看的眼睛里 却是充满了期待 下意识地 我咽了一口口水 那种王世诗身上独有的忧香 令我的大脑短暂地无法思考 不是的 我不是要说这个 听到这里 王世诗的动作一讲 那你是要说 谈恋爱是不好的行为 好学生就要好好学习 他的眼神中 明显多出了一抹厌恶 我白手 也不是 你听我把话说完 在我的解释下 他终于是注视着我的眼睛 我想说的是 我们可以谈恋爱 王世诗眼睛一亮 我就知道你不会拒绝 但是我想 我们高考后 再真正意义地在一起好吗 话锋一转 我连忙解释道 王世诗的脸上露出疑惑 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是你觉得我不好吗 对于王世诗的质疑 我矢口否认 你很好 我觉得你很漂亮 在我的夸赞下 王世诗的小脸微红 我其实也想立刻就答应 但是我在书里看到过 太快盛开的花 我只感到王世诗浑身一颤 眼神里情绪复杂 我 我知道了 王世诗的语气也有些发颤 你的意思是 高考后无论如何 我们都会在一起对吧 对 无论如何 你不会嫌弃我成绩如何对吗 我们在一起和成绩无关 我回答着 语气没有半分犹豫 或许 直到此刻 我才明白 我的确是有在开始喜欢 王世诗这个人了 好 那就高考后 王世诗的脸上终于挂着笑意 但是我会看住你的 你可别想和其他女生勾打 听到这种软萌的威胁 我不禁举手投降 我当然不会 你想什么呢 哼哼王世诗冷哼一声 被我发现你就死定了 没有谁可以从我这里抢走你 说完这句话 王世诗似乎是意识到不对劲 顿时快步朝房间外跑去 砰砰 我只听到一声重重的关门声 随后 手机闪烁 王世诗发来消息 晚安 高中的生活总是枯燥的 我们日复一月的学习和生活 虽然并没有在一起 但是在全班同学的目光中 我们就是一对情侣 毕竟如果不是情侣 也不会每天上学放学一起 甚至会因为彼此拒绝别人 而和以前不一样的是 王世诗的风评正在慢慢变好 一次月考不错 可以说是抄袭 但是每一次月考 都能够保持在班级前失误 那这便不是抄袭 甚至连老师们 对王世诗的态度也变了 他从来不是一个坏学生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而或许也因为 吴莉莉在全校面前 给王世诗道歉的缘故 那些流传的 关于王世诗的传言 也是渐渐没有了声音 奇怪的是 高三这一年 我亲眼目睹王世诗 收了十多封情书 甚至还有其他年纪学生送的花 每次一到各种节日 这些东西就会莫名其妙地被送来 王世诗染回黑发 比以前更漂亮了 但王世诗常常将这些东西 正大光明地丢进垃圾桶 然后当众挽着我的手 和我并肩行走 男生们羡慕我 一些酸溜溜的说法 经常传入我的耳边 他们说 我只是一个书呆子 而王世诗只是恰好喜欢书呆子而已 当然 我对这些东西并不在意 我和他依旧是每天按部就班的学习 吃饭 当高考来临时 我看到王世诗的眼里没有半分紧张 有的只有兴奋 高考前一晚 他趴在我身边 高考结束 你就是我的老嗨嗨 我尴尬地咳嗽一声 是的 这一年 我已经习惯了和他的生活 虽然不是情侣 但好几次的亲密举动 几乎差点就确定了关系 这张脸 以后就要写我王世诗的名字了 他插着腰 伸手捏着我的下巴 满脸得意 我浑身僵硬着 你就不用再看看题目了吗 王世诗翘着二郎腿 嘴里吃着东西 俗话说得好 大考大完 小考小完说着 他转头看向我 好看得睫毛眨洞 高考当然就要大完课完 王世诗笑了起来 酒窝很好看 高考的那天 没有例外的下雨了 两天的紧张考试 让我的精神紧绷 而当最后一门学科考完之后 王世诗一把扑进我怀里 哪怕天空还是小雨犀利 哪怕那天来往的学生很多 那温润的唇 紧紧地印在了我的唇边 以后 你就是我的了王世诗 趴在我肩头地狱 这一刻 我没有任何犹豫地 将他搂在怀里 是的 我是你的了 毕业的一个月 我们去了各地旅游 在每一个地方 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 压抑了一年的感情 在短时间快速爆发出来 让这场恋爱似乎更加甜蜜 而那一晚 在雪山下 我们相拥在一起 在同一张辈子里 他的蚊很温暖 我们的动作都很声色 床上 落红点点 南大有个传说 传闻新生中 有一个高颜值女神 生人物尽 我看那女娃娃 恐怕是个富贵人家 室友在我耳边说着 男生之间的关系 很轻易拉近 另一个室友则是笑着 你别说富贵人家 我也看过那女生 那个颜值 真的说是明星都不过分 听着室友们的评价 我不禁在心中暗爽 因为他们说的那个女孩 就是王世诗 而现在 我和王世诗 也算是正牌情侣关系 哎 老王 你不去看看吗 另一名室友 看向我询问道 我轻笑白手 不用了 一会儿我要和他吃饭 话音落下 寝室里顿时发出一道道虚声 你就不要说大话了 还和人家吃饭 人家刚进学校 就被十多个学长 围着要威信 哪里轮得到你 就是啊 王同学 你是不是得意证了呀 另一个人摸走我的脑袋 一脸念念有词的模样 我说王同学 咱们没有女朋友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不能吹牛呀 是啊是啊 在一声声的议论中 我却没有多说什么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铃声响了 叮铃铃铃 接通电话 王诗诗悦尔的声音 顿时出现在电话里 亲爱的 你忙完了吗 有没有铺好被子 我连忙点头 当然弄好了 这还用你担心 那好 快下来吃饭 我饿了 王诗诗顿时开口 我就在你们宿舍门口 知道了挂断电话 我抬头看着几名室友 走啊 要不要一起去吃饭 几个室友看着我面面相触 他们只能隐约在电话里 听到是一个好听的女生 不是王同学 你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啊 这种宿舍文化不行的 一名是有震惊到 我轻笑着起身 走吧 我又不会骗你们 说是要和我一起吃午饭 你们还不信 终于 几人在半信半疑中 跟我下了楼 毕竟无论怎么样 他们也都是要吃午饭的嘛 然而当他们看到 站在男生宿舍楼下 等我的王诗诗时 所有人都是傻了眼 王诗诗站在男生宿舍前 就像是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线 一时间 吸引了不少过往男生的目光 当他看到我时 顿时快步朝我走来 一把将我拉住 哼 磨蹭这么久 我都等你十多分钟了 王诗诗轻生责怪 而我则是笑着 则你就要怪他们了 他们非不信 你是等我吃饭的 说我不能打肿脸充胖子 听到我的话 王诗诗顿时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真的吗 真的随着我俩的对话 身后的几名室友才反应过来 一个个脸都是红了起来 居然是真的 不是吧哥们 这么好看的妹子是你女朋友 不是 你真该死啊 室友们跟在我身后 虽然有些醋意 但眼里都充满了祝福 不过好像能跟这样的美女示范 也很好啊 虽然是室友的女朋友 一名室友开口 另一名室友则是笑道 我说 你可不能当曹贼啊 呸 当曹贼也要看别人看得上我不 哈哈哈哈 随着一阵欢笑声 我们结伴朝诗堂走去 大学的生活并没有高中那般紧张 而和我考上同一个大学的王诗诗 就好像开启了某种开关一样 不断的在各个领域发光发彩 学院级别的奖励 在大一的时间 他就拿了不少 市集的奖 王诗诗也是评选上了 而校园论坛上 王诗诗更是被评为 南大十大校花之一 而他依偎在我怀里翻看着论坛 你觉得 这十个校花 哪一个最好看 不出意外的 王诗诗随口就是宋命题 我家的最好看 我也是习惯了 敷衍 要我说说好看在哪里吗 我看着他 脸上带着笑意 且 没意思说着 王诗诗重重地压了压我的胸口 差点让我没有喘过气来 对了 你是不是报名参加了 这次的省级竞赛 对啊 我点头 虽然我和诗诗 共同考上了南大 但我和他并不是一个专业 我是工科班 而诗诗则是法律专业 这次省级的大赛 更是科创大赛 我就知道 放心吧 我会陪你准备的 我们就这样依偎着 肆意地享受着大学的宁静 而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却是带着几个人 朝我们这边走来 我面露疑惑 你认识这些人吗 因为我看到王诗诗的脸色微变 我认识 那个是追求我的学长 我已经明确地拒绝了很多次了 没等我接话 一个有些油腻的声音顿时响起 诗诗 你怎么都不回消息啊 那男生带着几人走来 脸上挂着虚伪的假笑 我跟我男朋友约会 为什么要回你消息 王诗诗怒目 可那人却直接无视了我 继续朝王诗诗笑道 诗诗就是不一样 你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说着 那个男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盒子 看起来应该是戒子 你准备了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已经明确地告诉你了 不要来骚扰我 王诗诗站起身来 脸上带着怒意 这怎么能叫骚扰呢 我只是觉得 诗诗值得更好的 他说这话自然是按由所指 说的就是我配不上王诗诗 可是令人想笑的是 他根本不了解王诗诗 就可以如此下定论 他甚至不了解我 慢慢地 我站起身来 将诗诗挡在我身后 那双挑衅的目光看向我 怎么 啪 没有回应 我直接在他脸上 抽了一个清脆的巴掌 给我滚 没有任何伤浪的语气 我目光俯视 男生捂着脸 反应过来捏着拳头 但我根本没有后退一步 有种你打我一下试试 这是在校园里面 这处花园本身就有监控 无论是刚才他主动骚扰王诗诗 还是我动手打他 监控都看得清清楚楚 不想让你这幅田狗嘴脸 暴露在全校眼里 那就现在给我时许一点滚蛋 说我是好学生 我从来不会那么认为 毕竟我的骨子里 就不是什么软弱的人 有种你给我等着 他捏着拳头 终究是没有动手 等他带人离开后 王诗诗顿时跳出来 你好厉害啊 花园里 他搂着我的尖头 满眼都是星星 厉害个鬼 我白了他一眼 虽然现在王诗诗乖巧很多 但实际上 他还是那个喜欢刺激的小女孩 这下子 应该会多不少麻烦 但是以后你 应该就不会有人骚扰了 我注视着他的眼睛 而王诗诗轻笑着 轻扶着我的肩头 你知道吗 我很喜欢你眼神里的战友欲 还有那种怜惜 听着王诗诗的话 我不禁天过头 怜惜 对啊 就像是你第一次给我打伞一样 来来往往的人这么多 可只要你一个人注意到了我 并且 愿意给我雨伞 想起那一次邂逅 就算是我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和王诗诗 有这么多的羁绊 好了好了 太晚了 我送你回宿舍在月光下 我们就这样悠闲地漫步 这种宁静的时光 令人很是安心 就好像 我们根本不需要多想什么 只需要互相依偎就好了 大学生活 的确是最美好的几年 但其实 这些时间我已经改变了很多 当初挡在学校门口的那些混混 后来 再也没有找过王诗诗的麻烦 并不是因为他们改邪归正 也不是因为那一次我报警吓到他们 而是因为 我社局将他们亲手送了进去 三年的牢狱生涯 他们根本没有再出来 骚扰王诗诗的机会 而今天的那个男生 或许也是我杀其景侯的一个机会 将王诗诗送回去之后 我独自走在月光下 想到这里 我不经无头 有时候 女朋友太漂亮 其实也是一种烦恼 因为 她站在聚光灯下 总是能够受很多人喜欢 省级竞赛的筹备很快开始 而那晚来找麻烦的那位学长 在论坛上不断造谣我和王诗诗 虽然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多少有点恶性 她叫秦峰 和我是一个专业的 而她在学校论坛上 热度最高的一个帖子则是 市级竞赛 笑话王诗诗的男朋友也会参加 如果她在竞赛里面 很多看戏不怕事情大的人跟铁 我觉得是的 那个男生我知道 机械设计专业的 看起来相貌平平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将王诗诗拐走了 我觉得可以 学长才对王诗诗一往情深 当然各位彦祖也一样 下面有人调笑 有人甚至觉得好玩 还开始进行了观点投票 而我的室友们 则是觉得愤愤不平的 在评论区不断的反驳 我说小王 你就一点都不生气 这可是直接踩在脸上挑衅啊 一位室友扭过头来 模样生气 可看着我风轻云淡的模样 她好像更来气了 虽然诗诗笑话和你感情很好 但我们也不能这样软弱啊 我点点头 你们就放心吧 等着看戏就行 在众人疑惑的脸色中 我也点开论坛 只是和他们刚才看到的不同 王诗诗的账号 在下方留下了一条简短的评论 你就算是拿到了国家级竞赛 也比不过我男朋友一根毫毛 不过是小丑而已 请不要用我的名号 在这里说一些龌龊的话 这番话一评论 瞬间便是在评论区掀起轩然大 波 火草 诗诗女神好霸气 一些女生也是在下方评价 真是不知道哪里来的普兴男 居然在这里大放厥词 插手别人的感情 一点素质都没有 我觉得 不管你多优秀 你插手别人的感情 就是第三者 说这些话的大部分都是女生 而奇怪的是 诗诗虽然漂亮 但是女生缘却是非常的好 那些女孩和她相处 根本就没有半点嫉妒的意思 或许是因为 诗诗身上 没有那种高高在上 难以亲近别人的感觉吧 几个室友看到最新的评论 顿时目瞪口呆 我说过 根本不用在意的吧 轻笑着 那几个室友都是朝我竖起大拇指 我说王哥 你要不要交易交我们 如何追求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其他多的不说 我们帮你一周的午饭 不对 我们帮你一个学期 三个室友围在我身边 一脸好奇地注视着我 我不禁轻笑 其实你们只要学会雨天 给没有伞的人打伞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对啊 就这么简单 我笑着 又一次想起了从前 他光彩照人 却从不忽略我 或许 这便是双向奔赴 我一如既往地筹备着竞赛 毕竟这是我擅长的领域 而王诗诗一直陪在我身边 给了我很多力量 这期间 那秦峰也是来挑衅了很多次 甚至还不知廉耻地 继续给王诗诗送礼物 而王诗诗的联系方式 早已经将他拉黑 对于这件事情 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竞赛如期开始 秦峰在我前面 居然取得了还不错的成绩 然而我的成绩 更是力压全场 毕竟我提出的发明 是更贴近工业的 可以被投资方看中 当场 就有公司决定 给我的机械设计投资生产线 这个结果 令秦峰咬牙切齿 而我也因为这个竞赛 摇身一变 从一个普通大学生 成为了发明专利的研究人员 甚至还拥有了自己的工厂 大三的时候 我已经带着王诗诗搞研发了 只是因为王诗诗专业划分的原因 他被分到了北京 我们每天只能够用手机联系 晚上通一通视频 警报声忽然响起 原本的生产工厂里着火了 要知道 那里面有着所有的原始生产资料 我不顾一切的冲进火堆 抢救那些电子资料 可是 还是晚了一步 员工灰头土脸 这一次的损失 不知道要多少去了 我喝了口水 看着现场的火灾痕迹 脸上面无表情 这件事情 是人为的 必须要查出来痕迹太明显了 工厂的设施 根本没有起火的条件 此刻 在我的脑海中 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 秦峰 他虽然当时在大赛上名次没有我高 但是他比我大一届 大四的时候 他在学校外面 也是找到了投资人 甚至在和我做相同领域的产业 主要的工作 就是在模仿我的产品 这次的着火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想要拖延我们产品上线的时间 抢占市场先机 如果这件事情查实 那么他们的公司 恐怕脱不了责任一名员工疑惑的看我 老板 你说谁 没什么随后 我带人封锁了现场 并且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股东 而我的手机响起 是王世世打来的电话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王世世乖巧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 虽然心中烦闷 但是这种声音就像是带着某种魔力一般 让我的心绪宁静下来 我的工厂着火了 可能是认为 我刚才在调查 认为 将我的调查结果和猜测 都给王世世说了一遍 王世世边和我电话 一边订了连夜的机票赶回来 我跟你说 现在我在的律师团队很厉害 甚至一些跨国官司都在接 王世世的优秀 是根本不需要我监督的 而现在 南大更是有着关于王世世的传闻 南大的校花 不仅容貌漂亮 甚至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 就已经取得了律师资格证 现在更是在北京的权威律所工作 关于王世世的传闻 从来都是光彩无比 听着就像是故事里的人一样 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然而只有我清楚 王世世对于我来说 是有多么的真实 电话里还在不断传出他的唠叨 你都保留现场了的吧 然后警察和火警那些应该都取证了吧 听着这些询问我有些发呆 喂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王世世声音傲娇 我连忙反应过来 当然有 当然有 哈哈 我家世世就是学法律的 这些东西我能不明白吗 放心吧 我都已经收集调查好了 听到这话 王世世才放心下来 不过他的语气还是严肃 如果真的是秦峰这个人渣做的 我一定会让他牢底坐穿 我当然相信世世 少屁话 乖乖在机场等我 今晚 我们深夜见面 因为太晚了的缘故 我直接带着王世世回到了出租屋 看着不算太大的出租屋 我王世世世倾笑 似乎想起来什么 那个笑容很甜 看来 又要借宿一晚了 我笑着将王世世涌入怀中 不是借宿 这里本来就是你的家之一晚 我们相拥 热情如同焚烧的烈火 在这冬日却烧不尽我们 只是包不住火的 在律师团队的介入下 事件很快就有了结果 火灾被定义为人为 警方作为刑事案件进行调查 而秦峰所带领的团队 在律所的判定下 被强制配合调查 两个多星期的取证 基本上查识了这件事情 判决下来 他的那位新妇将要面临 15年的牢狱之灾 但对于这个结果 王世世并不满意 所以继续对秦峰提起上诉 而我只是注视着 王世世忙碌的背影 并未阻拦 因为在我看来 王世世在法院上 距离力争的模样 很漂亮 比任何时候都要漂亮 那时候 无论是舆论还是无限 要说对一个高中女孩来说 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肯定是不可能的 那些舆论 差点将王世世完全毁掉 缘分往往不能用言语来描述 他光彩照人 法律就是他最强有力的武器 他根本不用依靠任何人的保护 甚至现在已经是换成世世在保护我了 三个月的宣判 终于在二审上 让法院对秦峰定罪 教唆犯罪 他也获得了三年的刑期 而王世世因为这个案件瞬间出名 我的公司 也给王世世相应的报酬 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 我居然还会赚你的钱 他笑着 伸出手 手里攥着红彤彤的800块钱 我说过 我会用正当的手段还给你的 当然 我欠你的可不止这里了说完 不等我反应 王世世已经是搂住了我的肩头 那双揉软的唇再次印上 短暂的拥吻后 我的耳边传来王世世的轻声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都悄悄为我做了什么 那年 刘大炮的卷宗 我调查过我浑身一僵 可没等说话 耳边继续传来酥酥麻麻的声音 王世世的声音很好听 谢谢你全文完